台灣的背景欠款 你應該不可以把台灣 因為要引進背景本身有一個規定就是 他要差不多四萬九千塊的薪水起跳 表示說這個技術 按照台灣的薪水的標準 起薪四萬九千塊左右對不對 這樣表示說引進的應該是技術性的人材 台灣沒有這個技術性的人材 這樣你引進怎麼可以同意 但問題是什麼 他把這個規定下掉 意思是未來要來台灣吃頭路的 所有的培養 有可能不是真的培養 有可能是叫做普羅化的白領 什麼叫普羅化的白領 普羅化的白領就是低薪白領 有可能就是一般拍他的工作 有可能就是秘書的工作 意思是你不用要求 因為我們通常不可能 做辦公室的秘書四萬九千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標準拿掉 標示這就是要什麼 引進有可能 來處理到台灣一般辦公室的白領 會可能 當然這是對財團非常有利 但是我覺得這個公共財團 應該要很多所有的進步的公民 要出來聽但是也沒人聽 我也覺得很奇怪 很趣的齁 就說我們沒有任何政策 我們跳出來講 由他跳出來講習慣 說我們沒有任何政策 我說你是頭髮是要怎樣 你要做求人 你也要用污衊 你聽到沒有 由他跳出來反對這個政策習慣 但是我要給大家報告 這個東西 在這次我還有另外一點 有幾樣政策 東西配套要下去看 第二樣東西是什麼 第二樣東西就是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裡面薪水拿掉之後 他買一台主席的生意 考驗也拿掉了 他變成什麼 他變成品頂制 品頂制裡面有一個主席 可以加分的 你如果要說 法律 你如果要一台去台灣 可以加分 你如果說北京會 你可以一台加分 聽起來怪怪喔 還有港澳要流下來 來台灣 兄弟 那個條文 放寬 你知道嗎 香港 他們過去一幾年的 空氣人中 有一項東西 他們的空氣 空氣叫做雙飛 什麼叫雙飛 雙飛就是說 你北部都不是香港 但是 只要你大股島 最好你把香港生 以採取落地主義 就是說 屬地主義 不是落地主義 對啦 他是香港 香港落地 他採取屬地主義 你才生了 你這個孩子對不對 你這個孩子對不對 就有香港的公民 的主席 哇 還欠一步 接著 習近平如果說 好 這樣 他們已經引進多少 所以 很幾年 你知道嗎 香港的媽媽 為什麼抓狂 你知道嗎 香港的媽媽 你知道嗎 香港很幾年 開始空氣 第一波是什麼 你不要意味 理論上 應該是 這叫做 那個孕婦 這 生產之前 應該都很補修 因為 裝出好心情 正面思考 對不對 我們還要什麼 讓他聽古典樂 對不對 我們要培養他的 但是 我跟你說 很幾年 從2010年開始 香港的孕婦 他雞頭做了 差不多兩次到三次的遊行 香港的孕婦 對婚前胎教 絕對不利 為什麼他們抓公 他說 靠腰 這不抓公 還可以 怎麼說 我 對不對 要去貸產 我 香港人也生賊 你們中國人去汰化 我們香港也地下人籌 我們物價也很大 房價也很大 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生賊 你生賊我也生賊 那是你們的報告 我這也我的報告 結果他們本來去看虎三科 因為他們太多雙飛 都搶著最後一個要落地之前 要刮刮最低之前 走你來香港要生 結果起點 對 他們的虎三科 大熱門 本來 因為我們生一個 都一支丟 而且完分 你聽不 完分的時候 我們就怕小朋友 是不是比較不健康 還是早餐 還是種種的問題 所以 他們都會問醫生很多問題 本來都可以看一下 二、三十分 跟醫生說 給他們安心 結果變沒有五分鐘 他就要去看書 說後來要去看 檢查都變五分鐘就走 他說 拜託 我也生一個 第二 好 好不容易說 單調要生啊 說我沒有白症了 你知道為什麼 我要生之前已經到預產期 我要生什麼 太白症了 對不對 他們不是 欸 中國人是什麼 我已經要下來 我已經要下來 我要生出來 你怎麼不肯 不肯不肯 結果 這個要下來 要生出來最後一刻 從你不要到急診室的時候 他們就優先降到白症 結果代產 沒有辦法代產 都困你走 走道 困你他的便宜的走道 所以媽媽抓狂啊 結果好 好不容易 將他生出來 對不對 說他們的親家全部 來探親啊 探親之後 對不對 因為香港沒有像我們 這樣啊 所以他們的背包都比較擁擠啊 還要生啊 還要兩個 還要兩個一斤就算淘汰了 你知道嗎 兩個一斤 拜託 要用一個雞尾 結果你親家來 來這裡香港 幫你探視小朋友 之後 就先來香港出頭 所以所有行李都放在這裡 行李放在這裡 晚上還在這裡煮火鍋 大家聚餐 說 我們親自在這裡 我們這個外星要出事 對不對 哇 我們媽媽人剛生出來 人要休息 結果為什麼不能休息 你知道嗎 好 啊來 總議 這個 做月子做完了 要來買牛靈魂喔 吃啊 拿回去 蛤 沒有牛靈魂 牛靈魂 買了 這什麼意思 啊來 好不容易 喔 我孩子 對不對 六歲要打給我字緣 靠 沒人討 我這個庫子 為什麼沒人討 因為中國都走來啊 走來之後 變成樂趣 因為他說拜託耶 我們也是要雙親家庭耶 我也要處理吃頭路耶 啊我哪有可能 為我們小孩 帶我們小孩 為這裡坐地鐵 從地鐵要調到 譬如說他坐九龍半島 啊坐地鐵到新街 你是在上行 啊來一會兒兩點鐘 這樣我是不是要上班 有了 我們大幅 谢谢大家